我就来了这个剧组之后 我都觉得我不配为演员 就我像个汤圆 又白又圆 所以叫汤圆 腾讯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王小晨 在《青云年》当中 我饰演新的人物 花魁 鲍月楼的老板娘 圆梦 首先我是十多年都没有拍过武装了 这是我十年之后的 古装重新的一个作品出现 虽然我在这里只是串戏的 但是也是希望能做到 惊鸿一瞥这样的一个效果吧 我做的功课就是 因为我演现代戏比较多 可能形体各方面 都是属于自然流露的那一种 但是古装戏还是要拿着点劲的 包括花魁的这个角色 它原来是刘清禾的花魁嘛 所以它走路也要风摇白柳 包括它在训练其他的姑娘们的时候的 那种劲儿 它一定是自己先有了 然后再会交给别人 但是我觉得我比较有优势的是 以前我学过京剧 就很多身段什么的 还是拿来能够直接用的 头很重 因为平时现代戏 我都属于自由洒脱的那种 但是一穿上古装 很多东西行动不太方便 是本剧的制片人婉琴姐 她跟我说小春能来帮忙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吗 我说好啊 我很开心啊 对 但是会觉得这么多年都没有拍古装了 可能很多东西也是激动 然后又忐忑的 不知道出来会怎么样 我主要在这个戏里面对手戏比较多的是范茨哲 是跟郭麒麟相对比较多 然后还有一个是桑文氏楚兰 因为是我手下的姑娘 其他的演员 灵灵欣欣也都见过 但没有什么直接的言语上的交流 基本上是演神戏了 至于到底跟哪个皇子太子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就是不能剧透了 大家去追剧 她就很有意思啊 她就属于那种喜剧那一挂的嘛 反正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演员 我也觉得蛮幸运的 可以把圆梦就是她两面性演出来 她又喜又有她神秘的那一面 虽然时间很短 但是我是认为就是她很丰富 让我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郭麒麟是属于那种真感受的演员 就是每一条你给她的 她感觉回馈你的都其实都不一样的 所以她每次回馈你新的感受的时候 你也会给她新的感受 那倒也没有吧 因为古装和现代还是两个概念 然后另外一点 你是演员 你就要自信的去塑造 而且你在人物里面 你不要想你是你自己 你就是这个人物 你首先你自己得信任 所以才能让观众信任 所以我不太考虑这个 没有啊 导演是我师哥啊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很忐忑的 因为这么多年我都没有接触古装戏了 但是演下来之后导演应该还是很满意的吧 我觉得是这样 也会听那导演怎么说 我妈妈是持家算账的好能手 所以有妈就够了 是 但是我也会 就是该花花该神圣 像端端我们都认识好多年了 没什么对手戏 就看着他来了 然后最后用后背跟他演了一场戏 他们简直太卷了 真的 我就来了这个剧组之后 我都觉得我不配为演员 看到这个组的男演员是这个样子之后 然后我再拍戏 我就给人男演员就输到 你知道吗 我说我们之前那个演的男演员 就是他们真的超级卷 每天只吃一顿饭 然后像端端这种 他每天三个半小时的有氧 在开工的 我真的佩服 我说天呐 听完他们这么努力 这么绝 我作为女演员 我真的惭愧了 因为我从来不减肥 仙女团又没有碰面 就是我去的那段时期 就是都是跟一帮太子皇子 仙女们个个都很美 个个都很瘦 我觉得仙女们可能 各自都在各自的道路上努力着吧 就我像个汤圆 又白又圆 所以叫汤圆 最大的收获 首先是认识了一帮好朋友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 圆梦了 因为我以前特别想演个坏女人 终于演到坏女人了 没有 就干一行爱一行 演啥就爱啥 演谁爱谁 我这没有扇子 嗯 假如圆梦春月到现在这个社会 你觉得她的心动车也会 吃了做什么工作 女公关 还得是公关公司的那种boss那种